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次指挥了我国近代战争历史中的几次大规模的战役 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甚至被毛主席誉为长盛元帅 他就是林彪元帅 然而在我国的再开国元帅中 还有一位让毛主席非常看重 甚至说他可以抵得上三个林彪 何人能够当得起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呢 这位开国元帅就是徐向前 人称不一元帅 徐向前元帅出生于山西舞台 在国民师班毕业之后 便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员 由于在工作中宣扬爱国主义 遭到了校方辞退 后来他考入黄埔军校 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并跟随陈九明参加了第一次东征 然而 面对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状 他深恳无力 展开全文1927年国公 分令 徐向前依然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事业 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之后 他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并担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 在尽中战役中 他率领六万人击败国民党十多万人 解放县城十四座 他是黄埔一期共产党原理军职最高的将领 国民党悬赏他的人头 是十至二十万大洋 跟朱德 毛泽东一个家 他是红军时期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 是指挥部队人数最多的红军将领 也是门生弟子遍布四个野战军的老帅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 但是他却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够及时上任 1954年他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 55年被授予了元帅的军衔 1988年 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干部年轻化的政策 主动将自己身上的职务辞去 刘国成曾经表示自己的一生打了无数仗 但是只佩服徐向前元帅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还曾经拉着他的手 让他说说自己的仗是怎么打的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原因 徐向前的能力绝对不在林彪之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在尚未确定司令员之时 徐向前元帅曾经是最佳人选 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 他最终错过了这场战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